林志颖家的三个孩子 并说道,玩个水龙头,都可以玩得这么开心,有伴一起成长真幸福 所以,小智这是在羡慕自己的儿子有一个双胞胎兄弟吗? 好吧,说实话我也很羡慕 杰森和克森从小就很爱玩滑滑梯,从需要大人抱在怀里滑,到他们自己滑 不得不说进步真的很大,但是公园里的滑滑梯,很显然,已经无法继续吸引他们的注意力了 反倒是路边最不起眼的,躲在石头后边儿的水龙头,成为了他们的新宠 最近,陈若依都给双胞胎儿子穿不一样的衣服,本来长的就不一样,这么一来就更好让人了 穿着红白黑色T恤的是哥哥JJ,穿蓝色T恤的则是弟弟KK,哥哥冲锋在前,双手沾着水龙头 弟弟则只伸出去一只手,但是已经足够开心,笑得好甜了,果然是一个像爸爸,一个像妈妈 可能有的家长觉得这样吧,会弄失小朋友手臂和衣服,从而去制止 但是陈若依没有,而是让他们尽情的享受这个水龙头,带给他们的新鲜感和快乐 用最直接的方式去感触这个世界,弟弟的大,眼睛已经完全笑成了两条血,都快蹲不稳了 小胖手罩着石头,支撑着自己的身体 记得陈若依以前还晒出过双子星在家里玩日光的水龙头的一幕 这背影简直太可爱了,看样子就只有一岁多,当时水龙头也被他们打开了 结果两小纸全都淋湿了,心疼JK兄弟三秒钟 哈哈,路边的石头,Jason和Jason也能玩好久好久 有的妈妈哭笑不得,大概是第一次看到真的会飞的鸟儿 兄弟俩也目不转睛,都观察好长时间 妈妈的化妆台,终于找到机会坐上去了 看Jason那兴奋叫就知道他有多喜欢这个地方了 Teddy哥哥的游客里里 Jason和Jason背着哥哥不在家,也开始专心的研究起来 Teddy生日收获到的礼物,一只宠物猫 让他们三兄弟下来到了动物园一样 盯着林漫游同学看,两个孩子每天都在不断的接触新鲜的事物 吸收新鲜知识,有一个好朋友在一起互相照顾 一起探索世界,真的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呢 希望兄弟俩一直像这样相亲相爱,共同成长和进步